其實我非常謝謝這次金鐘獎評審們給我這個新人的一個肯定 我覺得入圍就是最大的肯定最大的鼓勵了 對 所以說他第一刻消息的時候那時候買 就是嚇傻了 因為這件事情我真的沒有想像過自己可以入圍 因為才剛拍戲這兩三年 對我來說還是一個新人的階段 不過得到這個消息最大最開心的 就覺得真的是一個很棒的鼓勵 想想說如果真的像過我這樣子 我真的沒有準備 可以先準備一些什麼幸運物或者是想好衣服要怎麼穿 幸運物喔 可能要想一下有什麼幸運的東西可以擺在身上 其實我覺得我最幸運的就是碰到王小弟老師 對 你要不要傳授聽到哪些幸運物的方法 幸運物阿 天阿 紅內褲吧 紅內褲 紅內褲 紅內褲吧 對啊 加油 紅運當頭耶 嗯 那我認為您最近演的那個16個夏天收視率很好 也不錯 嗯 很高 喔 當然當然 因為其實16個夏天我們 辛茹也是真的是很用心在製作這部戲 然後我們所有演員也都很全力的付出 所以如果明年有入圍 也是很開心 但是我們真的很想要就是獲得肯定 對 辛茹的心情還好嗎 因為之前投資那個我的媽媽就是沒有 嗯 嗯 其實他一直都還蠻就是大啦啦 蠻直率的 所以 他其實並沒有對於這件事情有 當然還是有一點點遺憾啦 但是他就是把所有的寄託就再投到16個夏天 對 嗯 因為我們後來隔天就碰面啦 對 對 他是說 即使是這樣也不會交稀他 就是想製作好戲的欲望 嗯 謝謝你們 謝謝